歡迎觀看本期內容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微信中的小技巧 如何查看你微信好友有沒有刪除掉你 有些用戶可能會問給他發一個信息不就知道了嗎? 但我覺得相比以下的方法下面的做法更合適 你不僅可以不用打擾對方 就可以知道你們是不是好友關係 而且還可以批量查看 下面將介紹兩種查看的方式 第一種對單個用戶查看對方有沒有刪除掉你 我們現在打開微信通訊錄 隨便找到一個好友 然後進行對他轉帳 如果這時可以正常顯示轉帳頁面 並且有密碼輸入 證明這個好友是存在的 他並沒有刪除你 要記住彈出輸入密碼時你不要輸入 否則紅包就到對方手裡了 下面我們再來找一個已經刪除了你的好友 看看又會是什麼樣 找到一個刪除了你的好友後 給他轉帳 你會發現提示你 你不是收款方好友 這就證明對方已經把你刪除掉了 以上這個方法就是第一種查看的方式 但他的缺點是並不能批量查看 現在我們就要介紹到第二種查看的方法 還是在微信點擊右上角的加號 發起窮樑 選擇要測試的好友 現在你可以一次性選擇更多的好友 點擊完成 如果這是有提示 請發送驗證申請給某個好友的 證明對方已經刪除了你 這個方法叫第一種的好處 是能一次測試更多的好友 最後你剛才所建立的那個群聊 如果你不說話 其他好友是並不知道的 你現在可以選擇刪除退出即可 來看看